大家好 我是徐國勇 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勇 今天是國會擴權相關法案 副議案的表決 一如預期 藍白夾著人數的優勢 將副議案以六十二比五十一的票數 把它否決掉了 那行政院表示遺憾以外 將在法案生效之後提出釋憲 民進黨總召柯建民卻說 他們沒有悲觀的權力 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提釋憲 還有相關請求憲法法庭來一個緊急處分 那應該叫做暫時處分 因為緊急處分是憲法上的一個專有名稱 是總統碰到國家要緊急狀況 譬如戰爭大型瘟疫等等 可以用緊急處分 所以應該是暫時處分 另外我們看到的場外國民黨動員 聽說有上千人的藍鷹 要按青鳥一別苗頭 不過上千人到底有沒有 大家在懷疑 因為聽說有十輛遊覽車 那十輛遊覽車頂多是四百個人 那到底有多少人 當然這其實不重要 只是不曉得是不是天氣太熱 結果中午還沒到 多數人就收椅子上車走掉了 卻一日遊了 而青鳥卻是時間越晚 人數越多 因為他們是學生還有上班族 要下班才能夠去 要下課才能夠去 那現在大家知道今天下午台北市下非常大的大雷雨 所以大家在想 那副議案都過了 接下來年輕人這些青鳥他們的動作是什麼 那顯然的應該就是罷免 那說到罷免 立委明年二月一要起 才可以開始發動罷免 因為要一年後 上任一年才能罷免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是可以立即罷免的 那個人叫做謝國良市長 他的罷免案到昨天 聽說已經剩不到一萬份 連署的達到 要再達到的分數不到一萬份 那現在距離連署還有十天 這十天如果衝一下 這一萬份會不會很快就到呢 而這個時候謝國良 他為了要反罷免 做出很多的動作 其中他大放送電動機車 這個大放送電動機車的政策 結果引發了各種的亂象 因為大家要去排隊 要去排隊申請電動機車 不過有人半夜十二點就排隊 那半夜十二點排隊太累了 所以乾脆有人幫忙排隊 幫忙排隊當然要錢啊 所以收錢代替排隊 哇謝國良你是在製造就業機會嗎 所以有人去代牌就可以賺五百塊 不過謝國良今天竟然出來二度的鞠躬自勸 為什麼要二度鞠躬自勸呢 因為連基隆市的機車工會或者是基隆市的機車行今天出來大抗議 因為謝國良大放送電動機車將近佔基隆整個機車的四分之一 換句話講有四分之一的摩托車行會沒有工作 因為電動機車根本就他們無從修理 電動機車不必太怎麼保養 甚至修理的時候是整個模組換掉 所以這些人修理機械的等等 沒有機油可以換 沒有什麼可以換 可能會沒工作 所以四分之一的機車行沒工作的話 機車他們串聯起來 來向謝國良嗆聲 向謝國良抗議 這些議題值得今天我們好好地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李昆誠 昆誠好 大家好 我們的財經專家徐清皇 清皇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臺中市議員周永鴻 永鴻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張義善 義善 永哥 還有我們的資深媒體員陳敏鳳 敏鳳 永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西美市市議員 黃興華 興華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立法院 立法院議決覆議案 兩案結果都出爐了 一個是擴權案 一個是刑法案 兩案結果出爐六十二比五十一 不通過 不通過就是這個法案 過關了 這個法案過關了 那接下來行政院要接受 也不得不接受 因為法律規定你就是要接受 沒有第二條路 因為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說 就是接受 有沒有什麼行政院長要辭職的問題 也沒有 因為憲法徵修條文已經沒有行政院長 接受或辭職的這個或辭職這三個字已經不存在 所以只有接受 那接受要不要表明接受也不必 按照憲法徵修條文覆議沒過 就是接受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有沒有必要出來講接受呢 按照徵修條文沒有必要 不過看起來這個釋憲案可能會由立法院來發動 所以國衛擴權負議案表決韓國瑜 結果十一點入場投票 所以律委說 院長你怎麼跑去投票幹什麼 院長要保持中立啊 除非兩邊票數一樣的時候 你才出來表達你的意見 兩邊票數沒有一樣的時候 從來沒有一個民意機關的議長 或者立法院長在第一次表決的時候 他就表達他的意見去投票 從來沒有過 我當立委那麼多年 沒有看過立法院長來投票過 除非兩邊票數一樣 所以王建平曾經在兩邊票數一樣的時候 最後表達他的意見 那兩邊都還沒有投你急什麼呢 所以大家講這個也違反了 整個議事的相關的慣例 而且顯然的 中立這兩個字不在韓國瑜的腦子裡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關複議 沒過關相關的報道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修正部分條文複議案 原決議予以為辭 立法院長韓國瑜宣布 國會擴權法案的複議案 以62票比51票闖關失敗 國民黨民眾黨立委歡聲雷動 但整個投票過程狀況不少 因為選票有分立法院職權行事法和刑法兩張 投贊成代表的是贊成維持原案反對負議 反對則相反 就怕有人突賊 各黨團幹部都拿著樣張而提面命 三黨立委投完票後也技術性亮票 藍綠白沒人跑票 就連立法院長韓國瑜也下場親自投票 雖然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曾經在複議案投票 但不只韓國瑜有失中立引發爭議 議事人員一開始唱票的時候只唱一半也被詬病 我們會用在最短時間裡面提出事件 國民黨和民眾黨站在民意的對應面 站在憲法的對應面 今天的行為就好比他們自己走上政治的斷頭台 復議案之後朝野看來將進入釋憲延長賽 但想申請釋憲必須先等到總統公告後三天 最快下周三就能提出釋憲 讓大家看國衛擴權復議案遭否決 行政院表示一案說法律生效後將提釋憲 法律生效那跟行政院長就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公布法律是要總統簽名 是總統簽名 所以大家我先把這些告訴大家 讓大家瞭解 所以有藍軍的總召 復婚期說出來表達 院長你出來表達你接不接受 不表達也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你復議案遭否決 憲法針究條文就是這樣規定 跟我們以前的憲法 還沒有被修改過的憲法 是不一樣的 好 大家再看 如果按照原來的憲法說 行政黨要不要表達接受或不接受的時候 我告訴你 復議案這一次就過關了 為什麼 因為照舊的憲法 憲法五十七條規定要三分之二 要三分之二 現在是改成二分之一 所以復婚期不要不懂憲法 又得了便宜還賣乖 我們知道復議失敗 綠黨團將提釋憲 柯建民說最後的勝利必屬於偉大國家 不過最後勝利在哪裡 不知道 因為要由大法官來決定 所以又來了表決復議案 國民黨團前一天四點四十就排班守議場門口 民進黨不是說不會去干擾他 他幹嘛守呢 不過這個時候 南寧夜宿議場備戰復議案 柯建民酸說 扮鬼嚇自己 爭鬼嚇自己 排給中國看 另外怕 是不是怕爆了呢 洪燦爛帶稅袋進議場 其實他那稅袋是要當作他的靠電 復婚期急扣柯建民說 你不是說好了嗎 既然說好了 你沒有四點四十去排隊幹什麼呢 所以大家講這是不是有因果關係 重要這個因果關係 洪燦爛一個人帶稅袋去 他也表明了不是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那麼緊張呢 所以這個時候又有一件事 因為洪燦爛帶稅袋進議場 是被徐巧勳發現的 所以被徐巧勳連連看 跳針稱要睡主席臺 洪燦爛好無奈說 我喜歡睡我家的床 會在立法院睡覺的 還戴棉被 還戴枕頭的 只有一個人 叫做徐巧勳 沒有其他人 所以這蠻有意思的 立法院 今天到底是什麼 真的 就像用口講的 這唯一會帶棉被跟枕頭 在主席臺睡覺 就是徐巧勳 所以徐巧勳看到這個洪燦 帶著這一個睡袋 他睡袋是包成一個像 一個長條狀的 然後他是說這個洪燦爛說 因為他腰比較不舒服 帶一個睡袋 準備裡面放進去 要靠著他的腰 那結果這個徐巧勳就說 你們是不是違反這個規定 這個打算夜宿主席臺 洪燦爛說沒有 可是因為洪燦爛這個舉動 昨天大概四點半之後 他們就擊摳 這個傅崑奇就擊摳 他們的立委 趕快要去這個立法院 這個要在主席臺下 原來一切都要怪洪燦爛 對 害得那些藍軍立委 四點四十就要去排隊 從昨天下午就排隊 然後洪燦爛隨便一個動作 對 一個睡袋 讓他們沒得睡 一個睡袋 就讓他們那個驚慌失措了 昨天的確有這個國民黨立委 開始夜守這個議場 洪燦爛你也不要騷擾 你實在有贏 那最主要當然是今天就 就副議案就投票了 那我要先感謝從禮拜三 禮拜四到今天 在場外這些青鳥運動的 這些朋友們 那尤其這幾天天氣比較日 那今天下午又下大雨 那大家一樣堅守在外面 那當然因為這個青鳥運動的 這些人 他們是自動自發來的 那有些學生 有些上班族 所以通常是晚上會比白天還多 那不像國民黨 國民黨他們今天就是動員來的 八點多我從忠孝橋要進入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整條忠孝西洛忠孝洞都塞車了 都是遊覽車 都是遊覽車 都是國民黨他們動員早上就要來的 有人告訴我十臺 是不只十臺 應該是不只十臺 不只十臺 那不只十臺就不只是五百人 光煮發會就十二臺 因為一臺是四十個人嘛 如果坐滿的話 坐滿的話 如果沒有坐滿或者是 那個叫做什麼 商務艙 那可能就是三十幾個人 三十個人 可是最主要是說 他們都是動員來的嘛 那我們是今天復願投票是 大概十點二十左右開始投票 然後開始投票 投票不到半個小時內 這些人外面的國民黨動員的 就走掉了 就走了 因為他們有安排說中午要吃飯 然後有些這個像新竹縣的 還要去什麼桃園大溪去夜林 然後還要去這個去慈湖那邊玩的 所以大概不到十一點 那個他們申請的臨申南路那個地方 飲食座已經收完了 就準備要走 所以當 不是說你們投完了 人家走也沒話講 不然不走幹什麼 還有朱立倫要來啊 朱立倫還要來現場啊 結果朱立倫還沒來就走 對 朱立倫還沒來 後場都已經走了差不多 只剩下前場 這就比較不給面子 對啊 不然投完票走 我覺得是應該的 我講實在話 可是還沒開票嘛 也還沒有開票啊 就一定贏了有什麼好看的 至少要給朱立倫一點面子嘛 朱立倫還沒有來啊 這個是道理 這個是道理 不過朱立倫這麼晚來 朱立倫想說等開完票再來講話 也是很也是正常的嘛 朱立倫是伯伯嗎 不過開票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都固定了嘛 大家都亮票了 還有什麼好看的 那我們都知道說最後的結果 當然我們就是五十一票 然後國民黨加民眾黨就是六十二票 但是我們今天就認為說韓國瑜 你為什麼還要下來投票嘛 因為韓國瑜是院長 按照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 其實這個院長副院長要行政中立啊 還要維持公平正義啊 你不應該下來投票嘛 萬一啦 萬一如果國民黨有人跑票的話 怎麼辦呢 萬一有人跑票 那最後如果可否同數的時候 最後是院長才要下來投票的嘛 所以要嘛 第一個 他就是不公正不公立 自己就下來先投票了 不公正不中立就不必講 這本來就這樣子啦 還有什麼好質疑的啦 他怕國民黨跑票 是怕國民黨跑票 國民黨都亮票了 還有什麼好跑票 那他為什麼還下來投票 而且 下來投票應該最後才出來投票 對啊 他就是跟這個江啟成 兩個就輪流十一點多的時候 那就下來投票了 而且他們還安排喔 故意是這個韓國瑜是念到第五十七章 因為我們是五十七就是過半嘛 那如果過半的話 副議案就不成立了 他故意念五十七章 對 他剛好第五十七章的時候是韓國瑜 那他們不是六十二票嗎 為什麼五十七章 那他念到五十七章的時候 就表示說那顯然他們在整理票的時候 就把韓國瑜的票先放到旁邊 對 因為因為我們今天投兩張票 一張是這一個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那一張是屬於這個刑法的正修條文 這個藐視國會的 然後我們投 當然都是同一個票箱 投完票之後呢 開始這個議事人員就開始在點票 那我認為他們應該有特別 把韓國瑜的票 拿到旁邊 對 然後念到第五十六的時候 就把韓國瑜那張拿來念第五十七 對 不然哪有那麼巧 他剛好五十七我才不相信 就是讓最後的第五十七張票 就是韓國瑜 那因為他是非常不公正嘛 就是說你從這個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開始修法 就一路不公正 到最後投票都是這樣子 好啦 公正你們一定輸啦 那最後我們是要用釋憲 不是啦 韓國瑜縱然很公正 不下去投票 你們還是輸啊 但是要維持一個院長的中立性嘛 這個有道理 不過 但是接下來我們會用釋憲 因為釋憲就是要申請這個大法官釋憲 那同時會申請這個暫時處分 因為會有空窗期嘛 這這兩天再來看啦 對對對 反正明天後天放假啦 大家先休息兩天 再來看怎麼一回事啦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要討論 讓大家來了解 是不是太熱的收工 那網路曝說 藍鳥一日遊測場 沒有到中午就已經上遊覽車 吃飯比較重要 十點五十臨聲南路 椅子就收好了 奇怪 你早早收不幹什麼啦 你也稍加一下對不對 上遊覽車吹冷氣 因為太熱了 不過這個歐巴桑吹個冷氣 也沒什麼啦 不過怪怪的 我就是覺得這個動作怪怪的 再來很尷尬 朱立倫剛剛上臺 藍營就走觀光了 船下午還要安排觀光行程 這大家都知道了 藍營行動經限納稅期 這個是大問題 太離譜了 你們為什麼沒有制止呢 出現納稅的旗幟 這會引起外交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如果沒有猜錯 歐洲 德國一定向國民黨抗議 因為曾經有學生而已 穿納稅的衣服 德國代表處就嚴重的抗議 何況這個是政黨的活動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不過藍營內侯 有勸說趕快收起來 真的不適當 你們怎麼找這種人來呢 好 再看 國民黨藍營動員 竟然可以請款車錢 花蓮青鳥傻眼說 已經失去了公平意義 青鳥他們都是自發自動的 我們再來看 當一大早正在吵的時候 昨天很多網友就講 你們知道為什麼白天人那麼少嗎 青鳥人那麼少 知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個他們要上班 他們是上班族 第二個他們是學生 現在正在期末考 大學在期末考 我的學生也傳簡訊給我說 老師期末考 什麼時候考 我說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們嗎 交報告嗎 對齁 我說報告還沒寫 所以啊 對齁 我那天講他可能 沒聽進去 不是晚來 因為我我一上課就先講說要交報告 代替期末考 結果他可能晚來 我說他趕快再寫報告 好 okok 再來講 剛好在期末考 還有除了這樣子 因為最重要 國民黨噪音干擾成功高中學生上課 現在還沒有放暑假 所以為什麼白天青鳥行動那麼少的時候 不會吵到學生上課 不是只有成功高中 其實那邊還有開南商工 所以教育局爆料說 南嬰喇叭 正對著學校 這個教育局指的可是台北市啊 是蔣萬安啊 南嬰吵到成功高中 台北市教育局要學生忍耐一下 先換教室 我對台北市教育局極為不滿 你為什麼不叫南嬰不要吵 而是叫學生換教室 請問學生重要 還是還是這些人重要 離譜 台北市教育局太離譜了 不過副局長陳樹偉說 我們絕對沒有要學生忍耐啊 都是以學生的受教權為優先 但我問你 你有沒有要他換教室 有沒有要他們換教室 太離譜了 蔣萬安應該出來講話 反國衛擴權 副議案決戰前晚 青鳥湧入立法院外 六點二十分 到晚上九點 主辦單位喊出現場八千人 八千人就嚇死人了啦 許多人下班下課 民眾到場聲援 人潮見真 民眾自治 青鳥哨敵發送 從各地送來的香蕉等等物資 課金阿公阿嬤 贊助水飲冷的電風扇 讓他們不至於太熱 所以我是從這裡來看說 奇怪了 為什麼你要抗議 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受教權 還有你要抗議 為什麼台北市教育局竟然是這種態度 也讓我覺得很訝異 一個學教育的人不應該是這樣子 你可以叫蔣萬安去協調一下 對不對 對 這個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台北市教育局確實需要被譴責 而且需要被譴責的原因 另外還連到剛剛主持人 所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要辦一個抗議的活動 連現場學生的狀況 你都不考慮進去 很簡單嘛 因為這個活動決定的太倉促 你看永哥 這個活動光是連名字藍英 這件事情 在我們一開始在談的時候 他還不是叫藍英 台北王宏威叫做藍鳥 是藍鳥可能大家也覺得 他們也覺得不妥 所以後來改叫藍英 但改叫藍英的時候 連英文都寫錯 連英文都寫錯 他寫什麼 他把blue的中間多加了一個i 出來變成bliue 蛤 blue 還有個iue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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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開玩笑說 有個blu的這個音出來 bluue變bliue blu 是 所以你看 所以藍鳥要blu鳥 blu鳥 哈哈哈哈 我叫英文 欸 藍英變blu 朱麗倫可是 朱麗倫可是流美的博士 英文賣到這個就行 這國中一年級的英文 這不用流美 這國中英文 這國小就知道 現在 國中英文 你們都一直在往下降低標準 好 莊鳳的重點就是 國民黨這次 你看連英文名字都寫錯 你就知道過程有多倉促 那所以國民黨在決定要辦 這次的藍英活動的時候 這過程太倉促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 沒有考慮進去的因素 但是今天早上讓大家覺得更壓抑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今天現場看起來是快閃 而且動員的藍英 然後對上自發性的輕鳥行動 為什麼這樣講 這現場呈現很強烈的對照組 首先第一個 因為國民黨在過去這幾天一直在說 你們的輕鳥行動 來的年輕人都是被動員出來的 都是民進黨動員 但是明明我們看到就不是 在社群上面看到了 尤其是光是看到到這個街頭來的 有十五六歲的高中生 請問民進黨是怎麼樣動員 十五六歲動員 不是 我要問一下 輕鳥行動有沒有看到遊覽車 沒有啊 一輛都沒有 自發性的 國民黨為什麼 輕鳥行動的遊覽車 有很多是那個課金阿公阿嬤 從地方 比如說嘉義 或者哪裡 站住遊覽車 然後讓這些年輕人就上去的 但是那個不是動員來的那一種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是擰錢的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 不是那種 因為因為這種類型的動員活動 我們也做過了 那個把他用巴士的形態 然後送上去這樣子 所以那個都是來自民間的力量 然後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什麼呢 我們給大家看三個部分就好 來 你看第一個 這個是國民黨的主發會 因為剛剛勇哥前面在算 到底有幾台車嗎 光主發會就不只十台車 國民黨主發會 你看動員通告 時間六月二十一號 星期五早上八點半進場 然後地點立法院集合點 這個青島東路 好 下面這邊重點來了 幾輛 他說總共十二部車 所以光是主發會動員通告 就有十二部車 十二部車 再來重點是錢的部分 每部車補助八千塊 每人便當補助一百二十塊 你看就是有家購物 那便當吃得不錯 因為我們台鐵便當 我們台鐵便當最貴的 才一百塊 高鐵也是一百塊 比那個台鐵的多二十塊 台鐵已經很好吃 台鐵已經有排骨 有滷蛋 有青菜 還有豆皮 還有豆干 一定要吃多好 一定是雞腿便當 因為藍鳥比雞腿 所以一定要發精力 張醫生 你也太幽默了吧 他這個太冷了 你這個這樣虧 你也太幽默了 你 但是但是你 你 勇哥我要告訴你 這個不是吃最好的 這個一百二十塊便當不是吃最好的 還有更好的 一百二十塊便當不是吃最好的 這一份中國國民黨新竹縣黨部退伍軍人工作委員會的活動通知單 你看這個吃得更好 這個不但吃得更好 這還不有吃又有玩 吃多醉 吃多醉 你看裡面的內容 這個你看一樣是為了六月二十一號的星期五 上午六點的時候 他要動員地點到立法院去 然後到立法院來 早上的行程 你看他們活動行程 早上在竹北竹東 新埔跟湖口 然後八點的時候 然後到立法院來聲援國會改革行動 然後十二點的時候到一點半午餐 然後再來下午一點半到後午五點的時候 是大溪池湖兩獎紀念館製計 然後在六點到八點的時候 竹林園餐廳晚餐 就是午餐晚餐都包在裡面 然後再到池湖 晚餐如果一桌 我看最少要七千八千吧 對啊 你就算一桌 假設算抓十二個人這樣子 一個也好幾百塊 一桌那可能十二個人 竹林園那十個人贏了 那有可能是慶祭公公的 要到十二人怎麼擠一路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不是比這個吃更好 這個一百二十塊 這個餐廳這個餐廳不只一百二十塊 一個人平均大概七百塊 而且是午餐加晚餐 而且可能還加飲料 還有飲料 對 然後你看這是一日遊的行程 今天大家說一日遊就是這樣 然後你再看喔 這裡還沒有玩 你再說下去吃不到 人家的餐廳 這是新竹市的 新竹市也有 然後你看一樣動員地點 在新竹市北大陸跟演藝路口 所以有人才說這個藍鷹行動裡面 看起來是包吃包玩的遊覽車 然後最重要的是解散時間 還特別早 這個時間喔 剛剛我們是不是來討論說 立法院投票時間 你知道立法院幾點投票 我後來記錄的時間 立法院十點十八分 十點十八分左右開始投票 然後投票一路投到大概 投半個小時 投半個小時 投到四十八分左右 走已經投完了 也沒錯啊 所以 要說明一下 人家走的時間絕對不是十點五十的時候 那是什麼 因為十點五十的時候 椅子已經收成這樣了 十點五十分的時候 椅子都已經 看都疊起來了 投票的時候就開始收椅子 對 就是你們在投票的時候 陸續就有人走了 然後到時候椅子就開始收了 人家就穩而已 你也希望人家提供一下 好啦 提供一下 天氣這麼熱 你這樣好 所以最後做個結論 為什麼國民黨那麼衝速地辦這個活動 因為就是為了達到一個快速的擺拍的作用 今天好幾人擺拍 朱立倫到現場來 大喊說 藍白合作成功 過全 然後傅昆奇到現場來講很大聲 最重要是其他國民黨立委到現場來 可以接受大家的獻花 所以變成一個大型的快閃擺拍行動 因為很快就結束了 嘉年華 嘉年華 異散 異散 對 這個藍鳥行動 剛才說那個 連英文都拼錯 就是這個 本來他們這個叫 一臺 一隻老鷹在上面 叫Blue Eagle 就被網友就改成一個巴士 昆華 這個是你們哪一個人設計的 怎麼那麼天才 其實我不知道 這應該是個別設計 但我是不相信我們的黨中 包括朱立倫 他是留學過不會這樣 這應該是個別設計 個別的啦 地方啦 可能地方啦 對 對 我要講的是說其實遊覽車動員 你也不用發一個所謂的廣告 來做一個文宣動員嘛 結果文宣動員就算了 你還得罪小編 小編還把Blue變成Blue 變成晚上全部的人都說他是Blue Blue鳥我就算了 今天還遊覽車動員 變遊覽車行動 不是藍英行動 是遊覽車行動 整個行程非常的豐富 這個有點離譜 這個就離譜了 這個遊覽車行動 就真的離譜了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其實基本上 今天我先講一個比較嚴肅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揮那個納稅 旗那個 那只是這樣子 他那個協會叫做德國舊馬克協會 我沒聽過 那今天為什麼有一些衝突 是因為他要侵入我們的後臺 所以我們也請警方 意思說 他不是你們的人 不是我們 而且在在整個對峙過程 他們也表明說 我們跟你們國民黨訴求是不一樣 那他跑來幹什麼 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要製造一個這個畫面 我們也很冤枉 我們根本不認識他 他是要索討一戰的時候 日本去買什麼德國的舊馬克要索討 我們根本也不知道這個幹什麼 日本去買舊馬克 對 他們要跟日本索討 你看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還要跟國民黨索討那個 在上海換的金援券 這一次的國會擴權法案 昨天徐熙寧的質詢 其實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人大 我們人大 就是中國人大是有調查權的 為什麼台灣的國會沒有調查權 中國人大又不是選出來的 有什麼調查權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他們用已經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希特勒倫的納粹旗出來嗎 他們就是要把國會過權成一個 像人大的獨裁的一個國會 我來問一下 這對你們很凶的 這對國民黨很凶的 我講這樣就是說 基本上這是我們國內的事情 那講到剛剛這個人比人氣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是我們國內的事情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中學 好像是建國中學 就在新竹啦 新竹啦 不是 我弄錯了 不是不是建國 是新竹的一個學校 就學生比納粹手勢 甚至有穿納粹衣服 對 結果 欸 德國駐臺的代表處 等於是大使館 還有以色列 還有以色列嚴厲的抗議 這個是政黨活動 比那個學生更嚴重 說真的 因為他們要來這個公眾的活動 其實我們也只能說 我們跟你是不同掛的 我們有表明說 你們不要來這個弄我們 我們也請警察把他們驅離掉 所以我們有表明立場 完弄就對了 完弄 我也是完弄 因為我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知道嗎 他來亂入的 我們也沒辦法 我們只能請警察把他驅離掉 伊珊 完弄 亂入了 亂入 但是我要講說 那徐欣穎昨天的發言 不是亂入了吧 那不是亂入 他們就是要把所謂的 臺灣的國會變成中國人大 不是嗎 整個國會擴權法案的最後 被推中的目的 不就是要把國會 無限擴大成五權合一 變成所有整個的決策權 都在這個國外 結果不一樣啦 人家汪曉玲還要反攻大陸 對啊 還要反攻大陸 所以整個這一次 我要講的公民團體要提出的 不只是國會擴權法案 因為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 繼續下去 所有有關所謂的國會擴權 威權復批的法案 全部都會回來嘛